每個人結婚都不會想離婚 也會盡自己所有的努力去挽救那段婚姻 但當你經過無限多次的嘗試 但都發覺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事實 而決定要做這個抉擇的時候 其實是會經歷一些很傷痛很不開心的時間 你覺得我們和離婚還差多少步 Beauty Exchange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Jolie 陳日璇 這個時期真的家人和朋友在身邊的支持和鼓勵是很重要的 我很記得當時我做了這個決定 我最怕就是跟我爸爸說 因為我很怕令他失望 做女兒當然是想爸爸媽媽都引我為榮 我不單止做不到這件事還要令他失望 亦都怕他會覺得 為何你這麼容易就give up 所以那時候很怕跟他說 但是鼓勢勇氣跟他說的時候 對我的驚喜 他接受得很好 以前是的 以前真的戀愛大過天 小時候真的覺得愛情飲水飽 什麼都不重要 還要找到一個大家真心相愛 現在真的會明白到 其實愛情是重要 但並不是一齊 尤其是婚姻的話 裡面實在有太多不同的元素 你要去考慮 你要去顧慮 而不是很任性地說 愛就足夠 現在會明白兩個人結婚 並不是只有兩個人的事 是兩個家庭的事 大家的家庭背景 都要一致 Value要一樣 還有承擔責任的肩膀 我覺得男人會很重要 其實我還很同情愛情 我還是很相信愛情 但是當然經過一役之後 經一事長一事 不會再那麼傻間間 不會再那麼容易 投放大量的感情 或者無限的付出 從經驗中學 會變得小心眼一點 會變得聰明一點 愛得感慎一點